2030年U2公司生产出第四代机器人 负责在寺庙里做打扫卫生 照顾僧人起居类的工作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 机器人打扫寺庙时 不知道是触动了哪根电线 突然毛色顿开 顿悟了佛法 从此地也不扫了 一门心思皈依佛门 方丈爱之 还给他取了个法号人名 由于机器人没有杂念 远离世俗 所以在悟到这一块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很快就成了得到高僧 不管是僧侣还是往来相克 都要向他求到解惑 方丈也时不时地请教 还请来公司工程师 给忍民做保修 在路上和工程师说明情况 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 而是具有人性的僧人 工程师听得一头雾水 在见到忍民的刹那 还是不敢相信 机器人就这样端坐在佛像前 认真诵读经书 究竟是谁疯了 尽管人呆住了 但还是遵从职业道德 上上下下做个方面的细致体检 可不管机器怎么检测 显示都说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并没有被人为更换过什么零部件 虽然外形是机器人 但内在 确实已经超乎寻常的进化 人工智能提升到一个新的等级 这是无法被定义的机器人 寺庙里的扫地机器人 不知搭错了哪根线 一时之间顿悟佛法 这是说出来 没人会信 但维修工程师可是亲眼所见 而且对方还和自己开口搭话 就像是个在正常不过的正常人 这更甚得慌 怒气冲冲地表示 方丈是不是在耍猴 看好戏呢 方丈赶紧解释 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单纯想看看 忍民是不是真的已经脱离了机器人范畴 立地成佛了 工程师没好气地说 幼儿公司对待机器人售后很严格 是不允许出现批次差错的 到时候会有人上门回收 没心情再陪他们玩耍 收拾完东西 赶紧离开 这件事非同小可 上报给领导 晚上僧侣请求忍民快些逃跑 不然明天可能要出大问题 但他不为所动 泰然自若 问他 身后是什么东西 回答是时钟 忍民卸下手臂 又问他 这是手臂还是时钟呢 这世间的东西叫什么 会遭受怎样的对待 全凭人自身的感知 生死有命 何必执着 徒增烦恼呢 他装载的全是澄澈的心 来到佛祖面前 也曾无数次的苦苦询问 这是一生的命题 第二天 幼儿公司老板带着一对人马 火速赶来 抑郁执行销毁工作 寺庙里的扫地机器人 顿悟佛法 成了僧人 但制造他的老板 满是愤怒 因为他害怕 当机器人人工智能觉醒 超越人类时 将会带来巨大的科技危机 更何况 幼儿公司的产品 遍及全球 服务政府和各类精英人士 爆出这种产品问题 无异于丑闻 将会损失数以千万级的财产 面对方丈的袒护 不留情面指责 坚持认为 人类是世界的主宰 而机器人只是个工具 不需要感情 也不能存在感情 僧侣们自然也不服 展开辩驳 忍民缓缓走了出来 站在大家的面前 抵挡所有的风暴 老板立即让手下执行销毁 这时备受触动的工程师站了出来 要求老板放他一条生路 并用身体护卫 奈何武力值太弱 分分钟被打趴 老板有备而来 要让忍民死的明明白白 请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住持 同忍民谈话 他表示 在佛法里 人都需要经过七情六欲 九九八十一难 方能修成正果 这是一种历练 而机器人 不具备这层情感 却能修成正果 这对人类来说 是一种羞辱 从他的观念看来 忍民的存在 便是错误 忍民回答 世间是平等的 出生那一刻起 早就在心里顿我 只不过被凡尘轻扰 渐渐遗忘了内心 意思是 人类何来历经磨难这一说 但忍民也没有过多辩解 转身向佛祖走去 双手合十 虔诚地打坐 不再言语 等工程师上前查看 揭开后盖 发现灯火熄灭了 忍民选择自我了断 停止生命 他也算完成了佛法理 最高深的缘迹 修成正果 在场的人都没有料到 机器人会有这么无私的大碍 用生命给人类 上了宝贵的一刻 工程师倒垃圾 碰到个被丢弃的机器狗 收养回家 却划开自己的皮肤 取出芯片 原来他也是个机器人 人类对智能机器人感到恐惧 或许他们早已藏匿在生活里 无从知晓 也相安无事 人类 什么都要啊 谁能知道这个答案呢 解冒 tit了 解冒